接下来关注加密货币圈的重大新闻 美国司法部跟全世界最大的加密币交易所币安 达成了和解 因为创办人赵长鹏认罪 他辞去执行长的职务 而个人要缴交的罚金高达5000万美金 币安也要支付美国史上最高的企业罚金 会超过40亿美金 还有ChatGPT的研发商OpenAI 解雇了创办人阿特曼之后纷纷扰扰 微软宣布雇佣阿特曼 股价就标出了记录新高 OpenAI已经传出700多个员工威胁跳槽 投资人表示要提告 而截稿前最新消息是 阿特曼要回认OpenAI 重新回去当执行长 美国司法部撂下重话 宣布和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 达成和解 币安创办人赵长鹏 承认违反美国洗钱防治法 除了线下执行长一职 还将独自被开罚5000万美元 而币安总共要支付43亿美元的天价罚金 币安的违法行为包括 允许哈马斯、ISIS等恐怖组织输送金钱 现年46岁的赵长鹏在中国大陆江苏省出身 12岁全家移民到加拿大 并在2017年创立币安 这个交易所为100多种加密货币提供交易服务 如今币安认罪也终结多年来的调查 目前整个加密货币产业被负面丑闻和市场崩溃给掩盖 特别是仅次于币安 全球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FTX 整整一年前爆发的试剂骗局还在收尾 这个月初 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裁定 年仅31岁的FTX创办人 山姆·班克曼·弗里德 从顾客和投资人手中 诈领至少100亿美元 等七项诈欺和共谋罪名 全数成立 刑期最高超过100年 从加密货的亿万富翁到大亨相继坠落神坛 同样在颠覆性科技领域 另外这位由Chad GPT之父支撑的阿特曼 继上周五被自己共同创办的OpenAI解雇后 不断翻转再翻转 至于OpenAI的最大金主微软 则在解雇消息传出不到三天后 宣布无缝接轨阿特曼 又他率领自家的AI团队 微软执行长纳德拉 也亲自在社群媒体上证实消息 除了雇佣阿特曼 还有另一名共同创办人布罗克曼 至于OpenAI则传出 由700位员工共同发出联署信给公司 威胁跳槽 除非董事会成员全数请辞 又或者把阿特曼给请回来 除此之外 投资人也打算对OpenAI提告 生怕这场内乱 会使他们砸下的巨额资金石沉大海 反观微软的投资人大力叫好 随即把股价推上记录新高 只是微软上上下下 恐怕是空欢洗衣场 因为就在周三 阿特曼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发文宣布 将回任OpenAI担任执行长 还表示盟友微软也立体 短短五天 这出令人目不暇挟的AI公斗剧 是否尘埃落定 各界都在看 TVB的新闻中央发展